刘德华 连妹林志玲 还有张静初 同大为主演的新片《天机不春山居图》 虽然在内地已经全面上映 但该影片就要等到6月13号才在香港公映 而香港首映礼上也只有刘德华和林志玲的身影 不过两人在台上重温了2004年 在台湾青马奖颁奖礼上的爱的抱抱 成功夺回不少眼球 好 谢谢两位 哇 在我身一位还没有给我 谢谢多谢您 好 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简单而隆重的启动 以西约章领 然后抱抱的感觉 我觉得第一次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真的是忐忑不安的心情 那现在的抱抱有甜蜜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 然后也谢谢他给我很多的鼓励 像我觉得华哥今天讲的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最好的赞美 就是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当朋友的 那我们会觉得这种一失一有的感觉 希望可以延持下去 谢谢你 另外 虽然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审查制度堪称非常的宽松 但是有眼前的媒体就发现 天机的香港和台湾版本 比内地版本足足少了40分钟 而且更加删减了林志玲 情挑佟大为等众口为戏份 刘德华解释片段被删可能跟两地的电影公司的决定 但是他曾经被筛的片段只有4分钟 远远没有报道所指40分钟那么夸张 是10分钟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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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40分钟没可能 这是报道有一些有些问题 听说差了大概4分钟 我看过了是你们可惜没看到而已 我每天看 虽然华哥的答案让港台两地的观众稍微有了点安慰 但是影片在内地上映短短一个礼拜 所遭到的吐槽声音 可谓是创了今年所有影片的新高 除了影片人批评 影片是近年烂片之王 就连华哥的铁杆粉丝都忍不住高呼 此片是他从影以来最烂的作品 看来此片想要在港台取得更好的成绩 光靠山系似乎是越帮越忙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